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 就一个 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就必须拥抱熊皮特式的增长 熊皮特增长的内涵本质就是创新 中国近年来在科技领域快速的追赶 成绩斐然 显距缩小了与欧美 日本发达国家的差距 特别是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兴起 包括BAT 蚂蚁军服 头条 令全球挂摸相看 但是呢 也在我们某些政府官员中 引起了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客观上刺激了 目前欧美贸易保护局的情绪 我认为尽管成绩巨大 中国总体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 依然显距地落后于美国 第一 中国的R&D支出 目前仅占GDP的2.2% 还是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比如说韩国是4% 以色列更是高达7% 人均的R&D支出水平更是远低于美欧日发达国家 而且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 中国的R&D主要集中在政府控制的大学 科研机构和国企 除了少受比如说BAT和华为以外 中国私人部门研发秩序的比重 非常的之低 不到10% 这一点与美国截然相反 第二 中国以捐利数量取胜 近年来 每年的新的PATENT Application 捐利申请数量 已经是名利世界前茅 但是总体而言 捐利的质量和商业应用的潜在价值 非常有限 大部分捐利被用来向上级领导报喜报工 或者用来做市场营销的工具 很少有国际上的企业 甚至本国的企业 来购买捐利的使用权 捐利费收益 占中国的GDP的比重 可以负略不及 第三 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管理体制 严重了之后 研习了僵化的行政管理体制 而非扁平式的 开放的 自由的 多元化的研发体制 近年来 僵化行政管理 对大学研究机关的控制 越来变本加厉 学习自由 受到严重的压抑 第四 IP的保护 知识产权的保护 依然不足 抄卸 仿冒 表窃 在学习界和研发界 累累发生 不仅打击了中国 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而且成为中美贸易战的 主要导火数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